哈喽,大家好,我是樊英川 今天过来安装一个油烟净化器 这个东西呢,主要是装在厨房的 一般开铺面饮食的话,必须要装这个 要不然有些部门来验收的话,它是不让你通过的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把你的烟从这里过滤了之后 它就不排烟到外面出去了,起到一个黄宝的作用了 东西不重 原生这个产品是有配的两个三角架过来的 那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产品,里面应该就是有一个电厂 打算呢,是装在这个地方比较合适的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装 但是后来我用这个木烟螺丝锁了之后,发现里面是空的 虽然说它这个东西并不是很重,但是它这种板也不是木板,根本就锁不稳 我看了一下,背面全部是空的 这墙上根本就挂不了,没有地方可以挂了 后来我看了一下,只能放在它这个抽烟机的上面 这个管就这样绕过来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它这个抽烟机上面的盖子给它固定 我就选择在这个盖子给它打了四个孔 等一下就用四枚螺丝从底部锁上它这个机器,让它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有时候空间有限,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只能说拿个合适装哪里 现在我就从它的背后锁上四面螺丝 然后这个抽烟机的盖子啊,再把它盖回去 它上面的是有两颗螺丝跟这个抽烟机固定在一起的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打任何的架子,也不用去打玻璃胶 而且在这个地方打玻璃胶,它也打不稳了,都是油 这个盖子盖上去之后 最重要就是靠这两枚螺丝锁了之后就跟它固定在一起了 固定好了之后就要接它这条电源线了,这条电源线也是它配来的 它的平方数不大,估计是0.75的线 啊,我想在这里呢,也是刚好它这里有一个插座在这里 插座刚刚好,它是那种插座,你可以插的 对,上面有个插座 开一下看什么效果,但是这里没有烟我也测不到 具体效果真的是看不出来 只是灯已经亮了,这个是刚好插在这个插头这里的 这个机器我看商家的仰视是挺不错的 前面红红的烟,过了之后它后面就一点烟都没有了 具体什么原理,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里面呢,就是几块铁片 对于以前没接触过的领域,比较陌生 也感到的非常好奇 居然还有这种效果 是几块铁片